逼宫习近平叫板,王岐山反习势力借机发力,今年以来华为的5G网络,遭多国抵制,尽管目前英国没有拒绝华为。 但因华为封堵后门隐患不积极11月与华为谈判的英国官员愤然退场。 海外时评价陈破空,表示中共抓捕加拿大公民报复孟晚舟被抓。 显示反习势力叫板王岐山,逼宫习近平的意味,明显12月初英国电信BT宣布在两年内,将华为设备,从其核心四季网中驱除。 不过英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对华为采取公开抵制行动,而是宣称通过一个特赦的公司实验室检查华为产品,并对其安全威胁采取防范措施。 BBC中文网17日,引述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,下属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声明称。 英国监管方11月下旬,同华为的会谈,因为紧张关系没有结果就结束了。 但是官方拒绝透露细节,而路透社消息透露这次会谈。 因参与谈判的英方最高级官员,愤然离席而告终。 原因是英方认为,华为并没有真正解决其产品中的安全漏洞报道说。 虽然华为承诺,再投入20亿美元,大规模修补安全漏洞,但仍然无法打消英方的担忧。 双方关系仍然很紧张。 中加关系恶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19日向BBC中文网证实。 中共当局在拘留了在当地的一名加拿大公民,这是加拿大因美国要求拘捕中国通讯科技公司华为H.E.V.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后,中国拘留的第三名加拿大公民。 有不少网友建议,加拿大把中共官员的后代赶回中国,并冻结其在加拿大的财产。 一名网友在推特指出,真实显现中国民众平时面对的是一个多么任性肆意妄为的政府。 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,随着中加关系恶化加拿大当局已宣布,将暂停在中国推广旅游业。 日前还出现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之妻贤为赴加拿大,却被拒发签证的传闻。 但此消息至今没有获得中加两国的澄清华为应对华盛顿新策略。 放弃公关转向法律手段美媒,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。 华为正依靠近期聘用的美国律师团队,来捍卫自身利益。 应对来自华盛顿的猛烈指责,和限制这个律师团队,已向美国政府机构,发起了法律回击。 华尔街日报19日报道,据知情人士透露,该公司裁剪了四名在美国工作的政府,和公共关系部门的员工,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。 该公司聘请了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,和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Morgan,Louis Amp,Barkers LLP,专门应对可能在美国的官司华为认为,法院是美国唯一公正的政府机构。 一位知情人士称,今年早些时候,华为在中国的领导层得出结论,认为与这些联邦政府机构和国会直接打交道没有用他们。 转而雇佣了律师以帮助反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的提议,陈破,空孟晚舟被抓。 谁在逼宫习近平叫板,王岐山海外时评价陈破空,12月17日,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认为,解读孟晚舟事件,除了与中美博弈之计华为公司及其作为几乎触及了中美贸易战,中美全面对抗的所有敏感点有关。 事件还与中共文宣系统片面报道,和策动五毛党群体出动的民族主义鼓噪有关。 更需要从中共内斗层面解读尘破空,表示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。 自然是中共报复的结果,但其中的吊诡,却在于未必是习近平直接下达的指令。 更像是任正非特动国安和公安的先斩后奏,因为被捕的两名加拿大公民,并非普通加拿大人,而都是不凡人物,在任正非和中共国安。 公安眼里,具有特别的战略价值,他解释说其中之一康明凯·麦可·卡瑞克,是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高级顾问,该组织30多名董事中,有两名中国人。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共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,王洁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接近中共高层的智囊。 中共中联部副部长郭叶舟,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芳明,曾先后会见康明凯也就是说谦。 设康明凯的中方人物,至少有四人,都与其王当选者,相关中共强力部门抓捕康明凯。 具有将板王岐山,逼宫习近平的一位其中之二斯帕弗Michael Spiver,是白头山文化交流协会创办人,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朋友,红人,做上宾层促成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访问平壤,是金正恩连接万部世界的少数桥梁,窗口和中介之一。 中共强力部门抓捕斯帕弗,具有挑动金正恩,与习近平反目的直接作用。 颇具能耐的人正非此举一十三秒,挑动中美关系,中家关系,中朝关系,击中王岐山,打中习近平,触怒金正恩。 任正非足以威胁习近平北京,很可能抛弃孟晚舟,以及华为陈破空,12月17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撰文认为。 作为华为创始人的任正非,并非等闲之辈,他出身军队情报系统脱下军装。 创办貌似民办民营的华为公司,瞄准西方高科技能限利就限利能盗版就盗版。 能间谍就间谍任正非和华为公司背后,有着深厚的军方,国安和公安背景。 眼见孟晚舟被捕任正非就女心切,必然展开大量幕后运作。 这个曾被奥巴马政府,定义为中共党内重量级人物的人老大,足以给习近平构成威胁。 网上一度盛传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投降,没有出路从来王国奴就是任人蹂躏。 华为整个公司嗷嗷叫不怕谁,我们有能力自己站起来,不做王国奴敢于和美国赛跑,现在到了提箱跨马上战场的时候。 对此陈破空认为,这就是任正非针对习近平对川普妥协和退让姿态的不满和讥讽。 因为已有媒体把12月1日,川习会描述为习近平向川普投降而蹊跷的事。 孟晚舟被捕,也发生在同一天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。